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收看MuchoFeed 今天我们要总结7至9月的港产片 由于跟随来的内容一定会剧透 所以看完这些电影之后才回来看这条片 好,我们正式开始 7月可以称之为港产片月 总共有4部港产片 个人推荐的电影有《合家勒》和《七人乐队》 而视乎你自己个人兴趣的电影有《神探大战》和《心里味》 首先谈谈《合家勒》 直至7月31日为止 《合家勒》已有2500万票房 过程是用了18天的时间 如无意外很快就突破这3000万 这部电影也暂时成为了今年年度票房最高的港产电影 但其实某程度上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导致电影院停开了104天 结果头半年只有6部港产片 然后最高票房的已经是《屠玉兄弟3》 只有71万 但最好笑的地方是 头五位的票房加在一起 仍然低于《合家勒》 所以说《合家勒》为香港电影打造一支强心针 强劲的票房也证明了MIRROR成员的号召力 即使港产片《票房》仍然可以力压西片 以价2500万票房 已经比《怪兽与邓不利多的秘密》和《蝙蝠合高》 虽然之前已经做了一条片去分析这部电影 但这里也循例介绍一下 《合家勒》原本是今年的《河水片》 但因为疫情的缘故 电影仍持至今 主要的演员有 郑忠基、吴君渝、梁永琪、Edan、 和Andra Yuen 虽然Andra Yuen 至于另一部《荷水片》 《凡喜公深》 将会在9月上映 到时就可以拿这两部电影作比较 一较高下 个人认为 今次《高票房》归功于 一来有MIRROR的上演Edan坐镇 令大批着屎 入场支持 加上VLTV同期播放I Swim的剧集 但I Swim也是很难看 最一集虽然它一集 它完全打播了我对这类型题材的想像 再加上月尾MIRROR首次登陆红馆的演唱会 整个7月是可以称为Edan月 因为很明显VLTV打算在这一个月去力捧它 它在这一个月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可惜一个萤幕掉下来 VLTV就失去了一切 更被这个千夫所指 相信VLTV自己也想不到 一个萤幕就令自己两队的组合 被迫暂停这个工作 希望它们能够好好反省 今次因小失大的经历 那究竟MIRROR就像个屏幕那样 从此就跌到局底 永不翻身 还是藉着这次机会好好养精蓄锐 从谷底反弹 以一个更好的状态去面对观众 和跟随下来的考验呢 但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个原因是 电影是一套老少咸儿的喜剧作品 因为賀岁片 一向都可以吸引这个一家大小 入场观看 而第三 就是因为有传统明星作证 再加上强大的客串陣容 本来已经有郑忠基 吴君鱼和梁永奇 去吸引一些年纪较大的观众群 但当人们知道片尾有很强大的客串陣容时 就会慕名入场去看 ERROR 事当真 甚至连古山都有份 再加上电影有一定的口碑 能够引起家乐客的好奇心 希望这一套成本一千万的电影 能够获得三千万的票房 顺利回本 而另一套个人推荐的电影 就是《七人乐队》了 虽然之前 就一早做了一条片 去分析这套电影 但这里也循例介绍一下 电影的原名是《八部半》 但后来 吴宇森因为身体理由而退出 所以电影就改名了《七人乐队》 由七位香港知名的导演执道 包括 红金堡、袁和平、徐克、 徐康华、林灵东、淡嘉明和杜忌峰 电影以香港的背景 由七条短片组成 由1950年代作为起点 七位导演以抽签的形式 各自去挑选一个年代作为主题 而菲林拍摄数几分钟的短片 他向菲林和那个时代致敬 直至7月31日为止 上映了四天的《七人乐队》 票房大概有七十万 情况确实不太乐观 单格合家乐的一线长 票房已经高过他 希望香港观众能够多多支持 这套这么有意义的电影 至于视乎个人兴趣的电影有 《神探大战》和《心里美》 先讲这套《神探大战》 你还记不记得 我之前介绍这套电影当时 讲了些什么? 不用看了 我现在播给你听吧 这套是一套合拍片 以流星云和电影名 绝对可以在大陆赚到盆满满满 究竟这套电影是能够超越当年的《神探》 还是单纯消费《神探》这个名字 去消费大家的情怀 握大家入场呢? 结果这套电影 真的变了以《神探》之名 去握大陆人钱的合拍电影 而这套电影 在大陆的票房暂时就有6亿 而在7月31日为止 香港就只有1000万票房 远低于这套合家了 某程度上 这里也证明了 合拍片已经走到窮途潑路 一来 剧本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来 片中就离不开这个警匪片 加上为了遷咒大众 尤其是大陆人的口味 需要加入所谓的大场面 尤其是一大堆的窗战 和爆炸场面 以确保大部分观众受落 再加上要回应大陆的要求 不断修改这个剧本 导致剧情充满反播位 背音也令人出气 除此之外 演员还要表现一般 阿沙的演技 再次毁了整套电影 基本上 全程都是靠这个刘青雲去撑场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 导致这套电影 最后出到来口碑差劣 和救作神探相比 简直是不能够将两者相提并论 当然 如果你能够无视以上的缺点 将它当成一套爽片的话 尚常你应该可以享受这套电影的 而另一套电影《心里味》 就是一套校园电影 再加上亲情的元素 电影由新导演去执道 个人认为 电影太贪心 又要讲述 学校和普集社之间的矛盾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 还要讲述一段父女情 结果被人感觉 主题不够集中 个人认为 女主角余香瑩也做得不错 喜欢她的朋友 都可以入场去看 8月上映的电影 首先由元老山卡拉 在上映19天后 终于成功达到600万回本价 这套电影应该是近年难得 少数成功回本的香港电影之一 实在值得令人鼓舞 导演由第一套作品 点对点 讲述男女主角 在地铁站外落下谜题 互相猜测 去到这套电影中 GPS自动剔除铁路选项 也都间接表达了 近年香港 以及香港人的变化 希望以后 这些充满本土意识的港产片 能够得到香港人的支持 每一套都可以回本大卖 毕竟导演问朋友借钱 将成本压到最低 无求回本 这个做法其实就不太健康的 听闻导演下一套戏 成本更加低 希望导演终有一天 能够拍出自己想拍的作品之余 台前幕后也得到应得的报酬 之后就讲一下 妈妈有了第二个 跟着的内容 是基于之前的影片 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先去看 作为主打MIRROR的电影 个人认为 这套戏的表现 绝对得到港产片的average 虽然比上不足 但比下绝对有缘 至少好过今年 相半年 所有的港产片 至于演员的表现 也都合乎预期 但个人认为 气氛较少的阿扎 做得比姜桃好 至少 至少 智嫣和阿妈 针执的那一段 明显做得比方程 和老爸的那一段好 但好可惜 美鳳和智嫣的主线 就没讲得太详细 按照片名 阿妈有了第二个 电影理应讲述 阿妈美鳳 有了第二个儿子方程之后 和自己亲生子 智嫣之间 母子关系上的分别 但可惜 电影用了两个钟头 都没有好好去讲述 两人之间 关系上的转变 讲述智嫣的部分 更加是少之有少 如果好好 利用暗戀智嫣的同班女同学 游增落同声的Samantha 效果应该会更加好 现在两个人的关系 有头无尾 Samantha的唯一作用 就是说那一句 因为要选 所以才知道 得来不易的金句 而智嫣的学校线 交代完智嫣的背景之后 竟然没有透过 更加多 在学校发生的情节 去令智嫣的这个角色 更加立体 反而就是利用他的同学 去质捨 方程的受欢迎程度 实在是非常可惜 个人认为 电影预留空间 去做fanservice 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最后 透支剧情散乱 应该要讲的地方 就没讲到 难免令人感觉 故事有太多商业上的考虑 而现在的情况是 究竟他们 会把姜濤 当作男主角 还是男配角 去参加金像奖 都没人知道 不过其实 这部电影 在金像奖里 获奖的几率 也不太大 个人认为 阿扎应该可以 低身 最佳新演员 的这项题名 如果下届竞争比较少 姜濤也可能有机 只不过 下一届的金像奖 很有可能 都是将两年 合办做一届 看回第40届的激烈状况 阿扎如果入围 都已经要借天借地 说起上届的金像奖 难免 不让人想起 或得最佳编剧提名的 杀出个黄昏 这部电影 同样都是亲情片 更加加入黑色幽默 以及老人的议题 在100分钟之内 讲完一个 三线并行的故事 分别是 独居老人 田立秋 和未婚华人少女 屈子盈 两人之间 互动的主线 以及赛讽 婆式关系恶劣 和叶一重 求爱不得的两条副线 直到最后 三线 才真正重叠 三个老人 前往了一只屈子盈墮胎 可能你会觉得 未婚华人这些情节很老套 但其实亲情片就一定老套的啦 妈妈有了第二个里面的那些 老公升职要回大陆公干 其实就去包依赖 之后大婆就考育小三 以及老爸做错事 想个儿子原谅 这些剧情 都同样很老套 但观众 就是想看导演 在这些老套的情节里面 玩些什么新花款 背后 想达出一个怎样的信息 杀出个黄昏 最后达出 真正的亲情 未必一定需要有 血缘的关系 最后田立秋 蔡鳳 屈子盈和她的女儿 一起居住 这种被真正的家人 更加亲的关系 令人印象深刻 看回妈妈有了第二个 导演 既想表达中年女性 所遇到的问题 又想带出 原生家庭 所带来的影响 更想说青少年 因为无话语权 而对大人的不满 甚至还想透过这部电影的延续前作 《29加1》有关选择的名题 由此可见 剧情上的散乱 导致背后想表达的信息 也都集乱无章 只能够说 这部电影 只是一套用温情小品做包装 但实质是一套充满计算的商业作品 都是那句 如果一套电影 需要服务粉丝而放弃剧情 注定是面对不到大众的 《假暮女团》 只是一个好例子 那当然啦 妈妈有了第二个 一定比《假暮女团》好很多 但正如我之前所说 剪走方程和她老爸的情节 用更多的时间 去讲述 智嫣和微鳳之间的关系 以及增加 智嫣和方程女人之间的互动 毕竟在电影里 智嫣和方程一起打机之后 下一次女人单独相处 已经是 要打就去练武室打架的情节 即使在中间 加入老土的互动情节 起码都可以令到剧情更加杂实 总好过现在剧情松散 用了两个钟头 都讲不完一个 完整的故事 虽然这套戏 在两个上延的粉丝支持下 票房已经达到两千万 但如果你问我 妈妈有了第二个 可否低身近年的港产佳作 例如《点五报》 《易留大叔》 《幻内》 这些港为人知 供应的佳作一员呢? 我的答案是 之后要讲的 就是《明日战机》 这套戏 可以说是气势如虹 又擅长爆满 鼓山 亲自借场 之后更加宣布 会开买IMAX版 作为香港第一套科幻片 我可以保证 里面的特效 绝对不失礼 接近外国的水平 希望这套 投资了4.5亿的明日战机 可以大卖 虽然这套戏在大陆的票房刚才突破了5亿 最后很大机会 与神探大战的7亿票房差不多 但都离回本价相差一大半 希望鼓山 不会因此而灰心 在条件的许可下 能够继续延组这个系列 正如他自己所说 你们看完这部戏 可以隐蔑到戏里面自己的对白 去说出我现在的心声 也希望大家可以说到我 那天可以灰 那地可以灰 但是我们不可以 一切就走下去 那是这部电影 我们自己做成的 希望香港人 可以一呼百应 入戏院 支持鼓山 毕竟这类型的科幻片 真是拍一套 少一套 还有我们应该都要好好珍惜 鼓山这类型 为香港电影出心出力的有心人 直到9月20日为止 香港港产片的年度票房冠军是 《明日战记》 票房大约为6千万 大幅抛离了第二名 更加成为了香港 港产片有史以来 第五票房高的电影 相信今次下来的三个月 应该没有其他香港电影 可以拆新这项记录 第二名就是《阿妈有了第二个》 票房大约为3千6百万 第三名就是《贫口碑》 令票房不断上升的《反气攻心》 票房大约为3千3百万 刚刚在9月20日 超越了《合家勒》 按照票房的升幅 超越第二名 《阿妈有了第二个》 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而第四名就是《合家勒》 票房大约为3千3百万 第五名就是《神探大战》 票房大约为1千6百万 而第六名就是《袁老山卡拉》 票房大约为970万 今年暑假之所以有这么多港产片 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戏院上半年大部分时间都停业 结果上半年的电影 全部都在下半年上映 再加上暑假的西片较弱 没有太多的《荷里活》大片 结果这几个月 港产片就可以百花齐放 每个月都只剩三部电影 而今个月的电影有 《饭气攻心》 《一路同行》 和《失衡空间》 首先就讲一下《饭气攻心》 以一部《荷里活》片来说 电影最后的成品是绝对超班的 每个角色都花了一定时间去刻画 他们之间的互动 更加令观众小足全场 如果想更加了解这部电影 都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 之后就讲一下《一路同行》 电影源自于导演朱凤贤 原生家庭的故事 由吴迁瑜的失恋的子茵 她的父母是生命人士 由吴代勇和温英雄飾演 子茵的父母虽然生命 但每天仍然乐观、积极地生活 而视力正常的子茵 大过了之后 才发现自己家的不一样 当她上到中学时 甚至开始介意人家的目光 她希望终有一天 能够摆脱父母 不用再承担照顾生命父母的重责 离开这个家 过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以导演第一次拍戏来说 成品都算是不错 电影无刻意去卖惨 反而选择由家出发 那时这班有特殊需要人士的无奈 透过母女之恩的冲突 去带出失去视力的母亲 比正常的父母 更加担心自己的女儿 小小时就怕她弄傷 到大时就怕她被朋友嫁坏 咸差踏错 个人认为 如果可以更早 去铺牌爸爸患有抢额 可能会更好 现在照样看来 电影就分了两个部分 头三分之二 就是讲述母女之间 关系上的转变 最后三分之一才开始讲述 父亲的病 和社会对盲人的不公 如果将这两个部分好好去融合 效果可能会更好 之后就讲讲失衡空间 电影由三个单元所组成 分别是 她热心的暗角 陈果的死场 和冯志强的堂楼 暗角讲述 一个年轻歌手 由盐卓玲升的尤雅 会入堂楼之后 不知为什么就开始回忆 多年之前 自己无疑 在大厦中的纳粤 发现了柳仔死尸的记忆 而这段可怕的记忆 再次令她挥子不去 她亦发现 自己的身居 经常发生异样 但最后发现 原来是一个 喜欢她的装修工人 躲在她的家 个人认为 以导演第一套作品来说 都算是不错 虽然做一定的进步空间 而盐卓玲 亦成功扮演一个 逐渐陷入崩溃的角色 故事最后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转 去让尤雅看清楚身边的人 不过仍然解释不了 为什么尤雅会突然想起 多年前的记忆 个人认为 这段记忆 纯粹想对应 最后装修工人 畏罪跳楼的结局 从而首尾复应 而今次 尤雅也不可以 再像之前那样 去说服自己 看不到死了的堕楼者 而第二个故事 就是死场 讲述地产网红由林耀峰 升级杨伟哥 收钱去介绍一个 变成了市场的商场时 遇上了 由苏麗珊飾演 一个神秘学会网台主持 这么似了 然后奇怪的事 就随之而发生 场内出现了一个 戴着黑色防毒面具的神秘怪客 最后我们发现 原来神秘人 就是这么似了的姐姐 逆中树营饰演 而之所以 他们会在这里出现 就是因为多年前的今日 这间商场的酒楼 发生了一次大火 导致多人伤亡 而造成大火的元兇 就是杨伟哥 而那次的意外 也导致姐姐毁忧 最后姐姐也成功报复 和杨伟哥一起揽炒 个人认为 这个故事 也都会发映到 社会的现况 例如看直播的观众 都抱着一个 事不关己 吃花心的心态 他看待整件事 至于演员方面 林曉峰的角色 简直就是为他度身订造 除了他之外 应该没有其他人 可以升任这个人渣的角色 而另一个主角 蘇利先生 这次就表现一般 希望他下次有更好的表现 而第三个故事 唐楼 就是赶索 有一天 一个全身濕晒的挂人 站在唐楼梯间 由吴凯欣星的女作家阿子 决定联同其他住客 跪求住于五楼的光门大佬 由任言齐先的何欢出手 然后他们发现 怪人会不定时地向上场逼近 他们人家一度怀疑 是拿死了的怨力 回来找何欢报复 而最后的真相就是 由陈泽文先的吉仔 联同记者去试探阿子 找来了演员去扮怪人吓他 因为他当年 事及了一宗谋杀案 而以此杀害自己的男朋友 和有了BB的小三 但最后他就无嘴释放 业时记者就想透过这个方法 去试探阿子 究竟是不是真的无辜 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个人认为 这个是三个故事之中最好的一个 一来 接奏和范围上 掌握得比头两个好 二来的一些角色 也都有极大的反差 例如阿子和何欢 阿子初令人觉得 他一个小胆的女孩 但后来发现 原来他曾经杀过人 更加将经历 写成小说 而何欢 每个住客都觉得他是黑社会 一定杀过人 但其实他就很小胆 只是不胆不壮地成为了江湖传闻 而故事所说的 附于恐惧时 更能看清一个人 也可以总结十一套电影 电影 总共有三个故事 如果按照个人喜好排名 唐柳排第一 其志气死场 最后就是暗角 总括而言 这三个月 港产片有复苏的迹象 更加在这27年以来 第一次 在一年之内 有四部港产片 破3000万票房 与上半年的冷清相比 价值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现在年度票房第一的电影 《明日战机》 已经有6300万票房 与香港有史以来 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 《黄战2》相比 相差只有300万 所谓破纪录 都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明日战机》 亦将会在2025年 推出全香港制作的动画前转 实在令人期待 他们如何保援这个世界观 而这个也绝对是 香港动画架的一大部 希望可以尽快看到成品 而年度第二 就由原先的《阿妈有了第二个》 变成泛气攻心 现在的票房更大幅抛力 在这里都可以见到 一个优秀剧本的重要性 即使电影 每只手可热 拥有庞大粉丝群的 当红偶像丹正 仍然可以有高票房 希望往后这类电影 真是可以 好戏又好报 亦都期待电影的续集 而第三第四名 就是《阿妈有了第二个》 和《合家勒》 而《合家勒》 亦都宣布拍续集 名为《合家打麻雀》 预计明年何岁档旗上映 而第五第六名 同样都是《神探大战》 和《原路山卡拉》 但不同的地方是《原路山卡拉》 即将突破一千万的大关 实在可起可可 见到这三个月 港产片有重新的迹象 实在是深感安慰 背后的原因大概就是 一来七月有金像奖 引起香港人的关注 二来有《明日战记》 这些十年一月的《科幻大制作》 部电影未上映之前 已到处做宣传 讨论到比较高的电影出现 三来有《MIRROR》成员参与电影上映 但这个势 可否继续保持 令到越来越多人 入场支持港产片呢? 我对这方面就比较有保留 但至少在今年剩下的三个月 应该可以 因为11月24日上映的《过时过节》 有《MIRROR》成员参与演出 相信到时 会再次掀起 你一波的热潮 可能今年还会有多套电影 突破三千万 以上就是今期 《影文月报》合集的内容 如果想看到更多 这类型的影片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还要Follow我的IG 你的支持 绝对是制作影片的最大动力 这里是Mutrofy 我们下次再见